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Tagman 是一個全新的平台 你可以在這裡洗車 可以在這裡貼PPF 可以在這裡貼鏡子 也可以在這裡做全套的體現 它基本上是一個一站式的平台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今天帶大家了解一下 好 日本的香港人 Hello 歡迎光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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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預約車洗車呢 是呀 好 沒問題 你先下車 歡迎來到Tagman的Keeper 有沒有甚麼地方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你好在意的地方 或者想我們額外幫你跟進 我的人比較千差 主要是想在鹽下 好 今天想體驗一下 好 介不介意我們前後移動 因為我們想做Rakim 沒有問題 蓋得更乾淨 沒有問題 好 桂桶沒有甚麼貴重私人物品 都可以隨便 好 沒問題 可以在裡面休息一下 好 謝謝 好 大家 對了 我另外一個廣東話的視頻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William 就是剛才我在車上說的 日本的香港人 尤其是你不是日本人 我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 但是我第一個印象 見到你的時候 就是 哇 你是不是日本長大的 你那個態度 日本人那種 還有我看你做事 那種精神 所以今天想 特別的介紹給我的觀眾 你有沒有多少要介紹一下自己 馬來西亞的觀眾你們好 我叫William 我是香港過來的 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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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的就是 你們叫Keeper 日本人也是叫Keeper 或者日本人是Keeper 你們的拼音有多小 通常我們在日本都是Keeper Keeper 日本人的英文發音會有少少不同 相信我會在這裡見到你 也是因為Pakman 帶了Keeper 進來 Keeper 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洗車 大家都會覺得洗車而已 嗯 需要不需要日本 帶個Franchise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進來 你可不可以 我解釋一下 嗯 大家都會覺得洗車是很簡單 我用水就可以洗乾淨 但可能會忽略了 有些人會洗得乾淨 有些人會洗得快些 有些人會洗花一部車 啊 洗花一部車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是 洗乾淨的部車之餘 是漂亮的 我們不是去傷害它 假設客人來到 他給了錢洗車服務 洗完又不乾淨 還要洗花一部車 就很慘 你給錢別人去傷害自己的部車 嗯 在Keeper我們的理念是說 那部車 我們一個狀態 可以說 一部新車的狀態是零的話 當它髒了是負一 嗯 是嗎 當我們洗乾淨的部車 那部車變回零 對 客人是不會有驚喜的 因為它只不過是將它變回零 而Keeper的理念就是 我們將它做正一 哦 讓客人有超出預期的服務 還有感覺 客人就會說 我來這裡洗車 我很滿意 我很開心 而我們的員工 得到客人的認同 員工都會很開心 很繼續服務我們的客人 這是我們的服務理念 嘩 嘩 我想問Keeper在日本是很大的 Keeper在日本是一間上市的雜貨店 全日本有超過6300間分店 上市呀 洗車洗到上市 日本和馬來西亞這麼大小 三百多千平方公里 六千間 六千間 其實在日本還有十四間的培訓學校 培訓學校 即是Training School 你猜一下他們一年可以訓練多少個學生 六千間 六千個 六千間的商店 六千間商店 他未算其他只用Keeper產品的人 可能在油站 你開車去日本很流行 我們很喜歡自駕遊 你去日本去油站 你很容易見到Keeper 因為油站的員工都會用Keeper的產品 幾乎是所有人 我看過一些日本的影片 大概穿著這樣的衣服 拿著一條水喉 那些就是你們的人 是我們的人 一年一年訓練多少個 一年四萬個學生 四萬 四萬 是 十四間的培訓中心 一年可以培育到四萬個人 去學Keeper的技術 用Keeper的產品 使用Keeper的動作 是 洗車不是西藩繭 對 對 Keeper有一套獨有的動作 是Keeper自己研發出來的 它會根據人體力學 你如何做到這個動作 是很有效率去做 而且關節不會受傷 體力亦不會消耗得那麼快 等一下 關節不會受傷 不會用過度的用力 對 我不相信 不相信 怎樣說呢 是 想試一次給你看 好 假設這個門 是 你需要抹乾它 你會怎樣做 我嗎 是 抹乾它 正常人的動作 通常都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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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百公斤 通常 我會很生氣抹下面 是 因為我覺得 反正都會骯髒 有去吧 所以我把洗車 洗完後 膝蓋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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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蓋很大寒 膝蓋很大寒 是 是 那怎樣可以很有效率去做呢 第一 我們不要蹲下 如果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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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很長的 在這裡抹乾 膝蓋會很累 所以我們是 重心的腳 在一個門的中間 後腳抹大些少 我們用布 最大的面積 假設布是這麼寬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門了 好 1 2 3 4 手抽位置 好了 最後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 洗車的部分已經要洗乾淨 明白 很多 十三 因為一定是最髒 所以我們是最尾才抹 否則我的毛巾很髒的時候 我就會抹髒其他地方 客人來到 是想我們給他們一個 好的服務 乾淨的車 所以我們開門 一定是用布 去開門 噢 就不是我們手去弄花下用的車 再說這個布 除了我們開門用 關門用 任何時候 我們都不會用皮膚去接觸下用的車 因為皮膚有些油脂分泌 我們有時候手汗有些油脂 我們不可以弄髒下用的車 所以碰到車 都是一塊布 按住 按住 這個已經是我們 入血的一個動作 什麼時候都會帶著布 除了洗澡 即是你們絕對不會 跟我的老婆有肌膚之親 是 可以的 真的不會摸到嗎 不會 我們的意識已經是 我一碰到車 我就要用布 不可以用皮膚去接觸 那你剛才說 不會刮花和斜 即是怎樣呢 即是跟什麼有關 你的股膀 還是什麼 為何有些人會洗 可能同樣洗十次 那輛車會洗花了 為何keeper洗十次 那輛車還是很漂亮 第一樣是毛巾 為何有些人會抹花 就是你發覺有些布 旁邊有車線位 對 這些是比較硬的地方 我們抹車就盡量不要用這個地方 那怎樣去做呢 你看我們的毛巾是四四方方的 因為它要符合我們的手型 對 先對摺 再對摺 對 我們會見到四直角 對 我們用複後位夾著它 抹大手掌 只用這個地方去抹車 如果我們用這些硬的地方去抹車 就有機會抹發了 你們keeper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洗車機 是 好 就是這輛了 這輛是傳說中keeper都會用到的洗車機 它其實有幾個功能 一般市面上的洗車機 可能水就是水 對 可能另外分開一個泡 或者它要換一些窗口才可以打到泡沫 是 keeper的洗車機很簡單 水 這個高壓洗劑就是噴水的同時 噴一些泡沫出來 都是一支窗去搞定 另外還可以放到泡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coating水 譬如我們在洗車的過程 加一個coating水 那輛車就好像做有coating的線水功能 明白 是很快很方便的 所以一支窗 那支呢 兩支 這個是打泡用的 譬如我們一按泡沫 它就會射泡出來 泡就有這裏出 對 通常我們的泡沫 為何我們說洗車 洗得不會化 就是泡沫也有關係 嗯 因為打出來的泡沫 只要你夠厚 嗯 你又柔軟的 你可以包住一些髒的東西 就不會刮花的車 嘩 我讓你試一下 好了 你可以拿著 你試一下按一下它 是否覺得有一個壓力去阻礙你 是呀 這個就是它有一個張力 它會包住一些髒的東西 當你洗車有些髒的東西 它不會令到髒的東西弄花的車 很軟的 是很軟的 而且呢 這個是純天然的泡 純天然的泡 純天然的泡 所以如果泡沫流到坑渠 這些坑渠水流到大海 它對海洋的生物 食物鏈是不會有影響 因為它會自然分解 嘩 我在Keeper洗了七年車 我的皮膚也是很滑溜 對呀 它不會覺得好像 洗眠也可以 是 真的洗澡也可以 嘩 因為如果不好的洗車泡 或者它的化學成分太高 你會覺得黏黏黏黏 是 它乾了是沒有的 爽的 爽的 乾爽的 好了 我也想感受一下 今天就洗我的車了 他們洗車用的工具 都是自己生產的 是 這個我們在日本 自己生產的 日本人就會想 什麼毛是最軟 而且很厚 不會傷害到車 他們就拿了澳洲純洋毛 大家都知道澳洲 出洋毛也是很出名的 是 他們就在澳洲的洋身上 拿了毛回來做這個洗車手套 這個洗車手套有什麼特別呢 毛很厚 你摸下去 是軟面面的 它就說 當車表面有些髒東西 它就會 進去裡面 而不會在表面刮花 這個是特別的地方 每一行車來這裡洗車都會 都要用這個 我們都會定期換 不會讓它舊 不會讓它難 這樣來PACMAN洗一部車 大概是多少錢 如果馬幣是22塊 22塊 22塊而已 22塊 只是外部 連賣 衣服 太便宜了吧 是 所以快點來 大家 記得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Store 之後你search PACMAN 你就會看到 PACMAN Customers 和PACMAN Master 你去下載PACMAN Customers 在Google Play Store 就是PACMAN Customers OK 下載了 之後你就可以 或者是余藥 來這裡 洗車也好 Tinting也好 PPF也好 Treatment也好 包括PACMAN都可以 記得了 PACMAN 你現在就可以下載 OK 無論是Apple 或者Android 都有 有了